民進黨的民調你說高嗎 其實他是一場一場仗打贏了賺來的自信心 那國民黨的民調呢 是一場一場仗打輸了內部又分裂 失去的自信心 所以換句話說 民進黨現在的問題是 他接下來想要什麼 只要下定決心 包括了蔡英文賴清德 全部都會齊心協力 可是國民黨有沒有想清楚接下來要什麼 你的縣市首長覺得公投與你無關 但沒有啊 接下來民進黨馬上就判斷出來好 你這邊動員不力 表示你的人你的錢沒有到位 我下一次就動你 民進黨那麼快的下手你就知道 就是說照說他們 新竹至少新竹跟苗栗之間 那邊的都是他們執政嘛對不對 應該也要去問一下當地是怎麼樣 那目前看起來 駐六人聲量也不太夠啊 好像國民黨他都不能怎麼樣 他連遊戲規則都不能動呢 他還能去處理 內部的誰要怎麼樣推誰出來嗎 我看是奄奄一息啦 我想民進黨這麼快的就推出 所謂的竹竹合併了 而且其他的地方都不談 就專門談竹竹 我想這很明顯的是為了2022年地方選舉的一個 等於是重新整合重新鋪路了 那麼也很明顯的這個是民進黨 原先就已經做好的計畫 現在只是按圖來執行 民進黨真的要讓大家學習的是 勝不交敗不餒這件事情 那國民黨就一直是那個死樣子 就是贏了呢 大家就搓湯圓 哈哈哈哈 沒有問題我們都贏了 哈哈哈哈 大家就擱置爭議 那如果輸了呢 就我們還是要找戰友不要找戰犯 你如果不做檢討 你將來還是會犯一樣的錯啊 就跟我們考試的時候要做 事前要複習 事後要再對答案 避免再犯同樣錯是一樣的道理 國民黨會不會分裂 侯友宜他當然聲量最大對不對 但是他到時候他能整合嗎 同樣的民進黨會不會因為 我們看到這次因為公投不做 蘇貞昌不想下來嗎 那鄭文燦很難上去啊 怎麼辦 會不會分裂這樣子 政國會也某種重要關頭的時候 他可能立場 內部立場不太一樣就出去了 所以呢2022這個基本上是 還是我們回到講就是 總統當選全哨戰 然後看誰犯比較少的錯誤 那贏的機會就比較大 我們就以這一次的公民投票的 票軌的分析來看 國民黨其實明年的選 年底的選舉不會那麼的不被看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次雖然國民黨輸了 可是國民黨在我們一共22個縣市裡面 實際上他贏了12個縣市 他是南部縣市大輸 但是中北部的縣市呢是小贏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國民黨能夠穩扎穩打 那麼其實他明年的選戰的格局呢 對他來說並不差 從台灣視角觀察全球 掌握瞬息萬變的世界 我是何榮 每週三 週六 晚間九點 我在晚宇 全世界 2.0 全行出發 帶給大家嶄新的國際觀點 請鎖定晚宇新聞台